这根长针能让全球女性瞬间丧失生育能力 医生将其扎进女人肚子 把卵子全部提取出来后 医院会迅速将卵子进行包装 以天价卖给那些不孕不育的富豪 一颗卵子就能卖出八千万韩元 随着买家越来越多 医院和人贩子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走夜路的年轻女性便是他们的目标 人贩子往往会趁其不备 将其迅速打晕 随后掳到几十米开外的废旧仓库里 为了获取更多卵子 他们会给这些女人注射过量的排卵药物 丝毫不会顾及这样会重创他们身体 榨干卵子后 人贩子还会割下他们的全部器官 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后便抛尸荒野 这天夜里 两个警校学生正在街头溜达 恰好亲眼目睹了嚣张的人贩子 当街炉走妙龄少女 两人立马撒腿追了上去 奈何六条腿压根跑不过四个轮子 硬是追了四条街也没能追上 还是跟丢了 两人见状连忙打电话报警 不料街线员却表示 警察赶往所在地至少要半个小时 就算是巡逻车至少也得十分钟 更何况按照流程 他们还得先去警局报案 为了缩短出警时间 两人连忙打车去最近的警局 可让他们傻眼的是 刚走进警局 就看见全体警察慌慌张张出动 两人连忙拦下一名警察了解情况 对方不耐烦地解释 有个财阀的狗丢了 局长命令他们立即出动 势必要找到狗 人贩子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系列连忙表示 有个妙龄少女被掳走了 按照教科书上的数据 少女很有可能会在 七个小时内遭遇不测 希望警察可以尽快出警 对方回头看了眼 整装待发的队友们 还是选择将人贩子的事情 往后摸 跟着大部队去找狗了 现实如同一桶冷水 泼在两人脸上 他们茫然地站在警局门口 可内心的正义 让他们越发觉得这样不妥 为了拯救被绑架的少女 毫无经验的两人 决定亲自展开调查 连忙跑回了案发现场 发现了少女掉落的炒年糕 顺利在附近找到了摊位老板 根据对方的描述 两人得知少女在前方的足疗店上班 立马赶到了足疗店门口 可这并不是正经的足疗店 学校严禁学员进入颜色场所 一旦被发现 就会立马被学校开除 可如今人命关天 两人犹豫了许久 最终两人决定采取剪刀石头布的方式 输了地进去调查 系列很快就败下阵来 只能硬着头皮闯进去 鸡骏则留在门口把风 涉事卫生的警校大学生 直到对方聊起家中的价格 小伙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来查案的 可以抬头就被对方的波涛汹涌震慑 为了让自己恢复理智 小伙狂扇自己大嘴巴子 接着一本正经的和美女聊起案件 小伙的搭档却只能寂寞地在门外放手 这时 两个巡逻的警察盯上了这家足疗店 眼看他们就要开门进去检查 搭档立马慌了 因为警校的学生不能进入颜色场所 一旦被抓到就会被学校开除 情急之下 搭档直接大骂警察吸引对方注意 不料对方没有反应过来 搭档索性跳到对方面前 对着他们一顿输出 骂完转身就跑 这下是把两个警察气得够呛 狂追搭档 成功被搭档吸引注意力 一路追到了几条街外 平日里不怎么锻炼的警察实在跑不动了 本想着找个理由放过这小子 没想到鸡骏看两人没有跟上 竟掉头跑了回来 不停挑衅警察 气得对方穷追不舍 终于给熙烈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熙烈从技师这打听到被绑架的少女 是因为离家出走才来到这里就业 而且还打听到了少女的住址 接着熙烈和鸡骏一同甩开警察六支大吉 年轻人的体力就是好 怪不得大家都喜欢年轻的 两人顺利找到了少女的住所 敲响了房门 随后一个黄毛打开门把头探了出来 询问两人是来干嘛的 两人立马表明了身份 说是来调查少女被掳的案子 黄毛却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立马跳窗逃跑 然而在体力方面压根不是两人的对手 熙烈很快就追上了黄毛 利用白天刻上刚学的军体权 将黄毛放倒在地 被制服的黄毛无奈之下 只好交代了实情 原来是他为了利益 把合租的少女的信息出卖给了人犯组织 幸好黄毛身上还有人犯组织留下的名片 两人随即根据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了一家普普通通的家庭餐厅 鸡骏觉得不对劲 没有盲目行动 而是偷偷拿出黄毛的手机 给人犯子拨打了电话 结果隔壁桌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看来这家餐厅正是人犯组织的窝点 两人连忙挂掉电话准备出门报警 不料人犯竟把电话打了回来 黄毛的手机立马响了起来 瞬间暴露了两人的身份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硬钢 硬着头皮面对眼前的几个混混 幸亏平时在警校的时候没少训练实战 几分钟后 两人成功把混混们放倒 随后压着他们找到了关押少女的仓库 一进来才发现 这里竟然关着近百个被掳来的女性 其中就有那位少女 两人找了个毯子裹住对方 正准备抱着她赶往最近的警局 没想到人犯组织的支援很快就赶来了 几十个混混将两人堵在了墙角 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 两人被挂在了仓库天花板上 年轻小伙们的器官即将不保 人犯子将他们挂在半空 身上也被标记了各个器官的位置 其中一个小伙慌得不行 然而另一个却还在呼呼大睡 而且两人之间还隔着一段距离 压根踹不到对方 情急之下 小伙直接朝对方吐了口痰 成功将对方熏醒 基骏这才发现自己和西列被人贩子挂了起来 但基骏丝毫不慌 轻松翻了个身 直接脚踩在了天花板上 随后双腿发力 硬是扯断了绳子 扑通一声掉在了地上 随后两人解开绳索 成功逃了出去 一群人贩子立马在后面猛追 眼看前方出现一个派出所 两人赶紧冲了进去 跟值班民警说了刚才的遭遇 可对方却一脸的淡定 让他们出示有效证件 两人赶紧解释手机和证件都被人贩子搜走了 现在被掳走的女孩们生死未捕 让警察赶紧出动展开救援 可警察却还在强调程序正义 要求两人按照法律规定 必须走完报案流程 三番两次出警磨磨叽叽 基骏彻底怒了 不停问候警察的爸妈身体是否健康 结果对方以侮辱警察为由 将两人用电击枪放倒 幸亏学校的杨教授接到消息 及时出面将两人保了出来 两人带着杨教授赶往仓库 可这里已经人去镂空 两人并不甘心 杨教授表示会把案件递送给刑警部门 然而韩国的警察部门效率比较低 最快也要两周后才能展开调查 两人被送回了学校 无奈之下只能先洗了个澡 可越洗越起 两人决定继续调查 基骏之前记住了人贩组织的车牌信息 干脆打电话给女教官 让他帮忙查询面包车的踪迹 同时也加紧了体能训练 准备到时候重新跟人贩子碰一碰 几天后 女教官终于帮他们找到了面包车 两人赶紧跑到装备室 假借杨教授的名义领了两套装备 立马出发前往 然而被掳走的女孩们 正被人贩子送往最大的不孕不育医院 院长正滔滔不绝地忽悠着一对富豪夫妇 骗他们说这些卵子都是来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 富豪看得颇为满意 这时 鸡骏和熙烈已经赶到了医院停车场 看这几十个人贩子都在这里 两人没有犹豫 直接冲进人群了 轮起手里的棍子跟对方干了起来 连连出棍敲晕了数名人贩子 熙烈不幸遭到了偷袭 身体随即被人贩子束缚住 另一个人贩子打起了配合 敲断了熙烈的左手 与此同时 鸡骏也被逼到了墙角 连忙翻身跳上汽车 掏出紧用电击棒 成功把后续扑上来的人贩子垫的倒地抽搐 熙烈虽然负了伤 却越战越勇 竟然靠一只手将众人放倒 两人成功进入医院手术后诊室里 十几个女孩已经被人弄晕 正排队等着上手术台 随即两人冲进了手术室 叫停了手术 一巴掌抽飞了医生 救下了这群女孩 可她们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校规 即将面临开除学籍的处罚 为了解决两人的问题 校方特意开了高层会议 会议上有人提出 激骏和吸烈的行为属于非法斗殴 如果传出去会严重影响警校生育 因此应该开除两人 这时 杨教授站了出来 说两人虽然违反了警校的制度 擅自动手营救那些女孩 但初心却是善良和正义 市民处于危险当中 作为一个未来警察 就应该先冲上去救人 再考虑什么程序正义 如果当时他们选择默示这一切 才是真的替学校蒙羞 一番话下来 成功打动了校长 最终两人学籍顺利保了下来 但学校惩罚两人留级两年 再加上五百小时的义务劳动 激骏忍不住吐槽 原本想找对象的 这五百小时哪还有时间找啊 就在这时 当初被掳走的少女找到了两人 这明摆着就是送上门的桃花 只见少女一脸羞涩 小碎步跑向激骏 抱住了对方 激骏直接愣在了原地 幸福来得太突然 没等他反应过来 吸烈这小子连忙推开了他 把少女抱在怀里 好家伙 这下两人一功也不做了 不停对少女展开追求